家政祝福你早生貴職 我們一起講啊 我的好媽子終於要結婚了 然後祝福他跟他老婆能夠 新婚愉快幸福一輩子 然後你有什麼話要跟他說 沒有 你不是有話跟他說 你的禮金我那樣內扣三千 因為那三千是我的要還我 他從那個忌恨忌到現在 你把禮金 禮金他那邊的扣我這邊來 所以他從頭到尾就忌恨忌到現在 那個家政終於要定下來了 我也覺得蠻那個死要未及的 那就是希望你就是能夠幸福 家政你來美國現在沒多久就被掉走了 雖然這段時間認識你不久 但是還是很高興看你最後跟你喜歡的人 最後的在一起 那祝你們幸福一輩子謝謝 家政要幸福喔 好祝你們早生貴職 早生貴職百年好合啦 好謝謝囉 好好謝謝 好好謝謝 謝謝 恭喜你喔 佳蓁 恭喜你啊 就是終於娶到一個很漂亮的老婆啊 那希望你早生 趕快生個寶寶 然後當個好爸爸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佳蓁 恭喜你喔 祝你新婚愉快 勇於愛和 早生貴子 謝謝喔 佳蓁 佳蓁 真的是很恭喜你們喔 那我們要再去 那個南方澳再去 消水果 那以後大家一起喔 然後你們要很幸福喔 好 呃 李佳蓁 還有Suki啊 呃 終於要結婚啊 然後 Suki這麼孝順 這麼美麗 身材這麼好 又乖巧 李佳蓁你要好好珍惜啊 然後 我會幫Suki在李佳蓁身邊好好盯住他 不讓他 有亂來的機會 還有 佳蓁我們要一起 要好好練身體不要再發胖了 不要再浪費錢了 然後我們要一起賺大錢 好 就這樣 加油 呃 佳蓁跟Suki 很高興你們兩個 就是在這麼重要的場合 能夠邀請我 待到你們當中 那佳蓁是一個 她不是一個全才的人 但是她是一個 很能夠協調 能夠讓一個團隊 發揮出最大效用的人 所以我相信 不管在她 不管她在哪一個場合 她總是能夠帶給大家 很多的歡樂 那 但是在這當中 她也會相對的疲憊 而Suki的出現 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講 應該就是解救了她 所以 很希望你們能夠 就是 成為一個美好的見證 讓我們知道說 事實上有很多美好的事物要珍惜 謝謝 佳蓁你要加油啊 早生貴子 一胎有補助 三胞胎更有補助 雙胞胎也沒差 所以 吳子洋一定會補助你的 加油加油加油 佳蓁 這個 預祝你 呃 幸福美滿 早生貴子 謝謝 喂 佳蓁 怡婷祝你們 新婚快樂 然後 就是 希望你們可以 長長久久 然後 白頭偕老 然後 要是佳蓁你敢欺負我姐的話 你就死定了 謝謝 姐恭喜你結婚了 謝謝你這二十多年的陪伴 也謝謝你照顧我們那麼久 然後 希望姐夫你對我姐姐好一點 大家多給她的錢 然後回到高雄來找我們 謝謝 祝福你們是幸福快樂美滿 那個 叔叔認識你也一陣子了 啊你終於 終於 終於嫁了啊 我們都很開心 那 真的 希望你可以幸福啊 然後佳蓁 也一定會好好照顧你 然後 換 Catty 哈囉 叔叔我是PP 很高興參加你的婚禮 然後 然後 希望你們 永遠幸福 百年好合 然後 早生櫃子 我要當乾媽喔 祝你叔叔 早生櫃子 新婚快樂 早生櫃子 啊 佳蓁 很高興今天來參加你跟怡婷的婚禮 然後 我們在這裡要講幾句話來祝福你們兩位 根據我們的信仰 聖經教導我們做丈夫的要愛自己的妻子 如同愛自己一樣 做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就像教會要順服基督一樣 所以你們兩個人只要按著聖經的教訓 建立這個符合神心意的家庭 你們兩個人一定會幸福永永遠遠 祝你們兩個人這個 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永遠幸福快樂 好 謝謝 很開心今天又多了一個新的鄰居 那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 整個社區大家一起扶持永遠的好鄰居 祝你們兩個勇一愛和 拜託到了 謝謝 抱哥 對還是延續以前的那個綽號 叫你抱哥好了 那在大學的這段時間很感謝你 從一開始我不太會打球的時候陪我打球 然後那一段時間常常住你家 很感謝你時常的收留我 還記得有一次半夜你我跟小冬 然後還有帶另外兩個 我現在想不起來叫什麼名字的女生 那我們一起去黃金海岸 在那邊用某個人的防曬乳液烤火 然後我們挖了地洞 過了很美滿的一個晚上 那我覺得在大學的生涯裡 還有往後我們的一些接觸當中 也跟你學到了滿多的東西 那看你這樣一路的立業成家 那我覺得還滿感動的時間 居然過這麼快 那希望說往後的人生的歷程中 我們都可以時常交流 等到有一天我結婚的時候 也要邀請來當我的一個好貴賓 那以後我們的小朋友希望也可以都往在一起 好啦那祝福你跟你的太太白頭偕老 永遠愛和 抱哥你好 身為認識十年齡的好朋友 你的好同學 也是你的好戰友的朋友小東 很高興看到你 一路應該說跟你一起在我們在大學 然後在桌球社 然後一起PK 然後認識你到現在從 有點搞笑 到有點白爛 然後到現在我覺得你的成長都讓我覺得很不一樣 然後今天看到你結婚這一天也讓我很感動 然後 覺得在人生中然後有這樣的朋友也讓我覺得很棒 然後也很高興看到你身旁有那麼漂亮的另外一半和你一起 然後面對未來生活 然後面對未來生活 恭喜你 可以一肩扛起 像個大人一樣 祝福你 謝謝 恭喜你 臭小子結婚啦 要幸福喔 同學結婚啦 記得1月6號換我囉